随着电影《八百》的热映,电影中的核心场景,上海四行仓库客流量也猛增两倍,成为了上海新的打卡地。 8月27日,记者前往了四行仓库,尽管当天是工作日,现场人士人头攒动,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。 四行仓库馆长马又炯告诉记者,如今的客流量仅在2015年刚开馆时才见到过。 因为疫情原因,目前纪念馆实施预约制,平日限流2500人,周末限流2800人。 如今,8月和9月首周周末的预约名额都已满额。 因为人比较多嘛,我们现在因为本来就是主要在一线服务都是我们的客服人员嘛,因为现在客服人员因为人手比较紧张嘛, 那么我们很多就是在一些办公室的同志也调到一些,大家一起帮忙嘛。 上海四行仓库始建于1931年,原是北四行的联合仓库,因1937年在松户战争伤时发生的保卫战而闻名,参与保卫战的战士们被称为八百壮士。 现场就只看到了不少年轻人的身影,八岁的宗薛浩和他的小伙伴徐子宇前几日一起看了八百电影,很感动便想来实地看看。 因为我们长大都想成为军人拿着枪。 位于靖园纪念广场的西墙,是四行仓库建筑外部人气最高的打卡地。 在西墙下,不少前来参观的游客们自发用花素、水果、饮料来祭奠战士的应用。 当日,上海市民王哲也与儿子带着一束鲜花前来参观并祭奠。 他表示,有必要带着孩子一起来体会当时前辈们的保家卫国的精神, 让他学会感恩,知道当今生活的来之不易。 作为个上海人,对四行仓库和互通抗战,我们从小的学校的教育里面就有,题材里面也有。 正好借着这个电影八百的机会,就过来看一下,体验一下。 十岁的陈彦诺在看了电影八百后,主动要求他母亲带着他来看战,了解战士们更多的故事。 看这个电影以后,我觉得这些人都很勇敢,我想了解一下更多的资料。 据悉,四行仓库正在积极搜集当年的相关史料,预计在未来对展成物品进行更新升级。